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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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還是先感謝這次傳譯進去講的評審們 對於這張台灣音畫 給予一個高度的肯定 台灣音畫這部作品 其實是大陸作曲家包元凱 在歷時12年在台灣深度的採風 其實創作之後 花了12年的時間把這個作品寫出來 當初寫出來其實是一個給交響樂團 一個八樂章的大型的作品 那在去年2016年 台北市立國樂團 委託了大陸的另外一位 一個有名的作曲家孫光均老師 把這部作品重新編配給國樂團來演出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題材 所以更能夠引起台灣這邊的觀眾一個共鳴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未來有機會 這個作品能夠陸陸續續能夠推到國外去做演奏 我來講一次的答案 好了 我來講一次 你可以說一下 梳珊